我覺得在場的人都很熱心 然後就是 都會大方的店家錢嘛 對 然後我就是除了無法拒絕 借別人錢之外 我還無法拒絕 就是別人會一直約 邀約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知道就是男生很多 都是那種很老套的方式說什麼 可不可以約你吃飯看電影什麼的 然後我一開始都會 就是會覺得 就是跟你不熟 還是有點拒絕說 我要工作啊什麼之類的 用這種理由 然後但是他會就是 很聰明的一招 就是他會說 那我要約你的餐酒館 妳可不可以幫我定位 對 因為我開餐廳 然後他就來我的店裡 然後可能消費啊什麼 或是可能買我的 寫真 年曆什麼之類的 然後久了之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如果再拒絕他 會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都是有幫忙挺貨的人 像是老客戶 對 那我想說 好 那我就是找一天 跟他約好了 可是我後來 當天的時候我還就是 假裝就是我朋友心情不好 就是他原本想要單獨 但我就說 我朋友心情不好 可不可以一起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帶了我的閨蜜 跟我們 就是我們三個人 一起約看電影這樣子 因為很尷尬 但後來聊久了 就是熟了之後才覺得說 這個人其實滿好聊天的 然後有一次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我家的狗剛好就是不見了 然後我很緊張 我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趕快回家去找那個 我家的狗 然後結果他就已經先幫我寫好 尋狗起床 對 尋狗起床 然後已經放在網路上 好有心 然後我其實就有點 好有心了吧 對 就是有一點被打動 對 然後他就是 就是幫我找到之後 後來我就覺得很感謝他 然後後來慢慢熟之後 後來真的也有在一起 對 然後在一起之後 他也就是 因為我家住四樓 公寓 然後我 就是爸媽年紀很大了 所以也沒辦法搬那個很重的水 然後他每次就是會 就是很貼心的就是搬 搬大箱的水 然後爬四樓這樣 然後我一開始都覺得 他很棒 很貼心什麼的 但後面因為他就是 我又覺得很有壓力 然後我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他雖然獻殷勤很好 可是我沒有辦法 就是跟他提分手 跟他分手 因為他後面會有一點恐怖 就是他會有一點 情緒勒索的那一種 對 然後說什麼 你今天再不回我就會 控制狂 對 控制狂 然後想要去死 然後或者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會有那種語言暴力 對 然後後面 我真的不敢跟他提分手 所以我還請就是家人 幫我跟他提分手 有成功分手嗎這樣 一開始沒有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家人 就是覺得他也受不了了 對 然後他才慢慢分開 對 就會沒有辦法拒絕